女嘉宾 男嘉宾说她是老实八尖的小绵羊 你现在看她的外表认为她是不是 说的是不是整话 是 感觉 你瞅瞅说 普什老子的 来吧 那你给这个普什老实的人打个分吧 95分 男嘉宾给女嘉宾打个分数 我给她打100分 不敢往勺打 是不是 不敢往勺 小绵羊不敢自声 来吧 接下来 请坐 其实她俩挺想的 是 这男的她还能驾驭了这男的 这男的还小绵羊 你出啥的 我出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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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年代是不 五年代 你出羊的 我出羊的 我出羊的 你几岁的 我出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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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 接下来咱通过短片了解一下女嘉宾的感情经历 我有一段很幸福的婚姻 丈夫就是一个普通人 但是是世界上对我最好的人 我和我老公挺好 没打我张 也没吵着我 没红我脸 都说一个屋檐下 没有锅盖 碰不了锅檐的 但是我和老伴真的没吵我张 我脾气不好 但是我老公脾气 可好了 我老公脾气 从来 不会骂人 但是在十三年之前 丈夫 因为一场意外 离开了我 她是 眉眼中毒巡视的 老伴离开我十三年 我学会了独立 收敛了自己的脾气 随着年岁的增长 我也感觉越发的孤独 希望能有包容我的难事 再次走进我的生活 她老公去世已经十年了 十年她是有病没的 一个月就没了 我一个儿一个姑娘 俩孩子都挺好 我都成太老了 四辈子 我的天哪 真的 太老了 我外孙子都孩子都三个月了 我的天哪 好幸福啊 太幸福了 相当于你是彻底 没有任何的负担 是不是 一点负担 说不好听话 一个孩子都当爷奶了 是不 对啊 结婚着 这女的可能结婚着 你家宾单身多久了 十年呗 十年 这十年有没有再找过 哎呀早了早了 但是不行 差哪了 有的男的喝酒 早的有的不喝酒啊 后来喝酒 后来一朝我喝酒 我烦喝酒 男人喝酒的多 我原来也喝酒 我现在不喝 我喝酒 就一顿就一瓶啤酒 小姐我跟你说啊 我们阿姨找对象啊 不是所有人能跟阿姨相处下去的 就刚才说那个喝酒那个 酗酒那个 那倒是有之前的条件 必须大告个儿 有模样 然后阿姨才了解她酗酒这个事儿 是 您现在还是这要求吗 现在要求啊 个头最起码得一米七五以上 你说哪我身高 我呀 我一米七呗 一米七 一米七 我一米五八 一米五八我 二号男嘉宾爆一下身高 我 这个不到一米七 咱那几个身也不行啊 咱那个都不行 都不喝喝 都不喝喝 现在有时候难闷着 女的要人大个儿才啥呀 女的 要人大个儿才啥 那不听范子 第二个要求长相 不是龙魏大恩 一般的说到过去就行 干瞅他眼 也行 咱们男嘉宾呢 脸上的皱纹稍微多了一些 说不好听话 二位是同岁 但是女嘉宾长得确实是比你年轻 折了那吃饱是在买折的 这不现成是折吗 差点水花膏不在家平时 我从哪儿不差 早上起来洗脸不啊 那个脸是洗 脸都不洗 能没有脸呢 一天就是干活 都放下了 一劳不神了 实在人 这不过日子人了 这女的呀 要是有眼光就把 就找这二位去 晚上她调整好 给她男的男嘉宾 好好倒着倒着 好好倒着倒着就行了 还有啥要求女嘉宾 没啥要求的 有姿是 最起马来说的 得说话有点水平嘛 对 脏嘴脏话什么话都有 不爱听 脏嘴脏话什么话都有 脏嘴脏话能说脏话 能说 平时说吗 平时基本不说 平时呢 要是在社会上遇到的苦难 那不是说脏话的事 脏话呢 跟假人都没说 就是在外边的人闹笑 对 像口头语似的 是吧 对对对 有点口头语 生气的时候有说过脏话吗 对 生气的时候 那那那那是说说过 哈哈哈哈 你不再说说了 谁都不说了脏话 但是 到气头上了 对 你在精神前看 那俩人那么真正 对对那不好的不好的 不好的 必有强势有 有低的有低的有